大家看課本112月 五十七經 前面這個 他講的是五壽陰 簡單講緣起 起跟面 是這個愛 處 名色四 這四名色處 愛 然後來自有這個五壽 其實就是這樣 好 現在看五十七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奇緣今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 朱比丘說 有五壽陰 何等為五 佛陀常常說的就是五壽 六處 緣起 基本上這三個是 所有 佛法裡面 那麼要見法 那麼的一個核心 見五我的核心 就是五壽無我 六處無我 緣起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 好 他說有哪五種呢 色受想閒事 善哉比丘 不樂於色 讚嘆色 取於不取於色 不著於色 好 那 這四個 我們看 阿含經裡面有時候 就是會詳細說 有時候會簡單說 那這個翻譯 一般來講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 就是有些會把它翻作 愛樂 讚嘆 曲 濁 那這裡是分四個 就是熱 讚嘆 曲 跟濁 那曲是直曲 濁是攬濁 那麼有些它會 多 放一樣 我們可以參考 一百四十三頁 看一下 一百四十三頁 好 一百四十三頁 一百五十六經 那麼基本上這個都會講這個的 好 一百五十六經我們看 一樣 他說 他說 這個 世尊告諸比丘 若 生 則 細卒 不生 則不細卒 那麼什麼叫做生 細卒呢 於色 極滅未萬靈 不如時之 然後怎樣 愛喜 讚嘆 曲卒 那這個就是 一種 愛喜 讚嘆 曲卒 他講這個是細卒 那麼 也常常用愛喜讚嘆 曲卒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們 再 翻回來 那所以 他這裡是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愛 他這個有時候可能是翻譯的問題啦 有時候翻譯問題 就是 他會用不同的這種翻譯法 那 所以這裡是分做四個 叫做樂 讚嘆 曲 跟著 都變成有這四個 那 有時候叫愛樂 讚嘆 曲卒 就直接翻三個 好 所以 於 那說 善哉 比丘 不樂於色 不讚嘆色 不曲於色 不著於色 善哉比丘 不樂於受 想 行 事 都一樣 就四個 樂 讚嘆 曲 跟著 不然我們有時候就直接講 愛樂 讚嘆 曲著 就三個 那麼 受想行事 就是對五韻深心 所以 若比丘 不樂於色 不讚嘆色 不曲於色 不著於色 折於色 不樂 心得解脫 那 所以 一樣 以受想行事 也是這樣 那應該是 不樂 不讚嘆 不曲 不著 所以說 這個中間 如果要詳細說就是 若比丘 不樂於色 不讚嘆色 不曲於色 不著於色 折於色 不樂 不讚嘆 不曲不著 那麼心得解脫 那後面就省略掉了 所以 不樂後面就是 不讚嘆 不曲不著 那當然 也有可能就是 你不樂 不樂就不會讚嘆 不讚嘆就不會曲 不曲就不會著 一樣 那因為後面 後面都有 不樂 不讚嘆 不曲不著 那麼 折於色 受想行事 不樂 不讚嘆 不曲不著 那麼心得解脫 若比丘不樂於色 心得解脫 如色受想行事 心得解脫 那麼 因為熱 讚嘆 取濁 都是心 心有我見我愛的一種 一種狀態 你 依著我見我愛 你才會對這個身心 身心就是我 這個是 這個是這樣 其實也 容易明白 他說 他說 於樂 於色 色 受 想 行 事 那麼 產生所謂樂 讚嘆 不是心裡面的 愛惜而已 難道有人是 更進一步出於言語上的讚嘆 樂 讚嘆 取 濁 我們說過有時候這四格變成愛樂 讚嘆 取濁 就變成三格 那不管 他基本上就是 你對於色 然後受 一樣 讚嘆取濁 然後想 一樣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畫 有一點點 比較多一點 我們可以這樣畫 取濁 就是 這五月 你都有這四個 樂讚嘆取濁 有樂 就讚嘆 有讚嘆就取 有取就走 那麼不樂當然就不讚嘆 不讚嘆就不取 不取就不走 所以他有時候就直接講這個 那麼 那麼 不樂不讚嘆不取 那麼心就得解脫 那這種其實是一種貪愛的層次 這個就是我愛 那我愛一定是基於我見 才有我愛 那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五韻就是我 這個就是五韻 五韻就是我 五韻 是我 那麼你以五韻的色 樂讚嘆取濁 那麼就不得解脫 那麼不樂 不讚嘆不取濁 不樂不讚嘆不取濁 就心得解脫 那 他的根源 心所以不得解脫 心所以不得解脫 是執著 執取這個色 受想形式 那麼 愛 愛樂 讚嘆取濁於色受想形式 那麼 簡單來講就是 我愛 我見 那麼 有我愛我見 而不得解脫 有我愛 那麼 我愛就是我見的一種形式 我愛我見而不得解脫 那麼現在 沒有了這個我愛 以色受想形式 不樂不讚嘆不取不走 所以他就可以得解脫 那基本上 那 因為這個是核心嘛 由這個發展出來 所以 他只是把這個我 分成色受想形式而已 好 那麼 他在細部講 他說 不滅不生 平等舍住 正念正知 那麼 這是 那有 基本上是 他看起來是四個名詞 那其上就是 他是在講 那 因為你對於 這個五韻 那麼 無我 那麼你觀照 那麼你 不會對這個 對這個色受想形式 取愛著 那麼 當你對這個色受想形式 取愛樂的時候 那麼他就是一種身 對五韻 他有身有面 就是 你本來沒有 比如說 好 那這是一支筆 那麼我對這支筆 喜歡了 我想帶回家 當我起這個愛 喜的時候 那是一種身 但是我後來不喜歡的 他就是滅 或是我喜歡 那麼喜歡 從愛到樂 從愛樂到讚嘆 他又是另外一種身 那就是更進一步的 他不斷在這個心 不斷在這個 在這個五韻身心上 還是在這個境界上 起身滅 所以平等舍住是 安住在 不生不滅 就是你這個心 平靜 平等 平等其實是心不浮動 完全不浮動 那麼 我們叫極靜 那麼來看待這個身心 或看待這個世界 所以叫做 不滅不生 平等舍住 其實就是安住在這種 不生不滅當中 那麼 不生不滅 當然是針對於生滅的 那生滅 即使就是對這個五韻身心的生滅 我們常常講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不滅不生 平等舍住 其實就是不生不滅 不滅不生 平等舍住 那麼 基本上他就是安住在這種不生不滅的狀態 那不生不滅相對於就是什麼 相對於就是生滅 生住意滅 那簡單講叫生滅 詳細講叫生住意滅 那生滅是什麼 就是五韻身心的生滅 那個心 那個心 不斷的起受想行 對這個色 起受想行 或者對這個 或是這個視 那麼 所以他就是五韻 五韻赤聖的概念 就是五韻不斷在變動之中 那這種變動 當然是心的變動 那你 你就安住在這種 不生不滅 那基本上他其實就是無為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這個身心這個世間都是這樣 那麼我們受到這個身心及世間的影響 就心不斷在變動之中 所以這個變動那一定是煩惱性的 一定是煩惱性的 那麼你 安住在不生不滅 那個就是無漏性的 這個是有漏性 那有漏性 跟無漏性 那麼有為跟無為 無為就是不生不滅 那你就是安住在無為法之中 所以不生不滅其實就是無為法 那心平等舍住 它就是無漏法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一談談就是 你就安住在 因為你就心得解脫 解脫就是 對於世間的 一切境界 乃身心及身心以外的一切境界 它都不會直取 那所以這個說 你就安住在這樣的境界裡面 所以叫做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這個是有為的 生滅滅以 極滅現前 這個就是無為的 那麼正念 正知 就是 你 對你安住在這個境界上 那麼意念 就是你的信念 就是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它其實一般就是要正念正知 那有時候翻譯說正念正知 彼如是之 比比丘如是之 如是劍 那麼 前季俱見 永近無語 前季俱見 永近無語 後季俱見 亦永近無語 後季俱見 永近無語 前後季俱見 亦永近無語 無所風濁 好 那麼 這裡主要有一個 兩個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 就前季 跟後季 那你只要看到 阿含經裡面的所謂的季 那個就是時間的觀念 三季 過去現在未來 前季就是 過去 怎樣怎樣怎樣 那後季就是 未來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是看得到的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 與解釋對立有解釋 不過我們先來看經典的解釋 經典的解釋看162月 162月 我們先看經的解釋 再來看論的解釋 那16 不是 這個是講到愛念貪信可 不是 是282月 282月 282月 好 477經 先來看一下 那麼看到 中間這裡 它這裡是要講元祺的 那看到 就是 第四 就是 紫愛函296經 後面括號296經這邊 倒數 這個 從這個經開始算倒數 123456 7 7 第7行 講到元祺 講到元祺 吾明行事 明色六處處 祝說愛 取有 生老病死 憂悲 腦苦 世明元生法 多聞生弟子 與此因元法 元生法 正至善見 好 它這裡有講到了 不求前祭 前祭就是這裡的前祭俱見 那麼 前祭是什麼呢 言我過去是若有若無 我過去是有 我過去是無 那麼 我過去是何等類 那我是怎樣的 那我過去是何乳 那是什麼狀態 那後繼 我於當來是 未來 我於當來是 唯有唯伍 雲何類 何乳 那 那麼 他後面再有 內不猶豫 此事何等 心裡面 沒有這樣的疑惑 那麼 此事何等雲何有 此為前誰 終當雲之何 就是未成生我 誰是我 生活之後 我是誰 那麼 此眾生從何而來 與此末 當何之 這個就是前後祭 前祭後祭前後祭 那麼 他說 洛沙門婆羅門 其凡俗見所欣 未說我見所欣 說眾生見所欣 說受命見所欣 即位即慶見所欣 這裡有個即位即慶見 那麼 這個就是我見連見 眾生見受者見 就從 受命的層次去看 那個我到底怎樣 過去到底怎麼樣 眾生到底怎麼樣 我們就講這些 好 那麼這個我們稍微 就是 參考一下 很多經都會有 那 再翻回來 佛法 最主要我們說就是 最重要就是我見 那我見分開來就 兩大類 叫做 叫做 常見跟斷見 常見跟斷見 如果 再把它詳細說就變成四種 那也可以這樣三種 就是 常見斷見跟 相再見 就是我在運中運在我中 或是急運我離運我 就變成 一般我們說的三種 就是 主要就是我見 主要就是我見 那我見 那你把它詳細一點講 它主要就是兩種而已 不是常見就是斷見 就這兩種 那麼你再仔細分就變成 三種或四種 三種就是 急運我 離運我 那麼 跟相在我 相在我可以分 我在運中運在我中 那再分多一點 那麼也有些把它分作 五種斜見 就五歷史 身邊斜見取 身見邊見 斜見見取見 借見取見 那再多一點就變成二十種身見 這個 社事我 壽事我 就是 就是急運我離運我跟相在 我在運中運在我中 各有 各有五個 五運嘛 收小行事 這樣就變成二十種身見 再多一點就要加上這個 這種 我們說前紀後紀的這種就變成六十二種斜見 反正就是 再怎麼多其實就不離開就是我見 我人眾生受著 不管怎麼樣變它就是 不離開就是我見所見 好 那我們可以參考這個於且式地論的 來看一下於且式地論怎麼說 他的這樣 他在哪裡呢 六十二 二見去 你看 一百一十三約 那 他說有三分 當之建立撒迦也見以為根本的一切見去 就一切的我見身見 上下也就是身見 基本上 他這裡分是分三大類 就是一這本經 一這本經來講 有三大類 前紀跟過去是有關的 後紀跟未來是有關的 跟過去未來有關的 前後紀 那麼 他說跟過去是有關的是怎麼樣的絕見呢 有人會這麼想 我 過去生 存在過嗎 就是有沒有過去 唯成無言 還是 我不曾有過去生 這個是第一生 那我有過去 或是沒有過去 那麼 那麼如果是有那是誰 那為什麼會有 那麼後紀巨型者 他就會想 我未來生會有嗎 這一生有 他是肯定的嘛 那麼 那還是沒有 如果有那又會是誰 那為什麼會有 前後紀巨型者 他這麼想 我曾 我曾經有 我曾有誰 誰當有我 那麼 今此有情 來何所從 於此莫與去何所住 我現在 往生的會到哪裡去 那我曾經是 是有什麼 那 這個 這個我曾有誰 誰當有我 可能還要再 再理解一下 但是他基本上 都不離開我見了 到底誰是我 那我又是誰 那我曾經做過誰 做過什麼 那再來看 六十二種 我們一張張張 六十二件 六十二件 其實這個都是後來 不派對於 這一種 不同的邪說 整理之後 那麼歸納出來 所以我們看 大概就是有四種常見論 六十二件裡面有四種常見 就是不離開常見斷見 那 有四種一分常見論 就是常見裡面還有 常見跟一分常見 無因論 兩種無因論 四種有邊無邊論 世界有面無邊的 四種不死角亂論 就把六四外道的所有的 所有的說法全部 歸納進來 那麼這個就有十八種 四八種都放在 前記 就是把它分前記 後記 前後記 就分這三種 那一般我們就是 長見 斷見 兩種 或是 及運我 離運我 相載我 三種 那這個又是不同的分法 六十二件 好 那麼有十六種有見想論 八無想論 八種非有想非無想論 七種斷見論 就是常見斷見就在這裡 那麼五種憲法涅槃論 那加起來四十四種 那麼是記 後記 那麼 所以 那麼他說略色有五種 後記 略色有五種 有想無想 非有想非無想 那麼斷見 憲法涅槃 那麼簡單講是三種 常見 斷見 憲法涅槃 他又把它收射回來 就是常見 斷見 另外有一個憲法涅槃 那憲法涅槃有時候也歸納在斷見論 那麼因為憲法涅槃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的快樂就是涅槃 或是我錄錠 錄這個 市場八店這個錠裡面 他就是涅槃 但是還是不離開常見跟斷見 他基本上就是我見 好 那我們就稍微看到這裡就好了 稍微了解一下 所謂前記後記 好 那他說有三種 那麼無所封著 無所封著 其實就是無所執著 無所封著者 則於世間都無所取 執取 愛取 那麼無所取者亦無所求 無所求者 自決涅槃 就對這個世間 無所求 無所求就是無所願 那麼有時候 無所求就是我們說的 空無相無願 那無所取有時候是無相 那無相無願有時候就是這裡 那於世間無所取 無所取者無所求 無所求者自決涅槃 我身已盡 犯人以利所作於座 自知不受厚有 那麼 那麼 這個是 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前記俱見 後記俱見 前後記俱見 那麼 這個是 主要是 從我正在這個身心 那麼 去 思維到 去認知到 我過去 存在過嗎 還是我過去 不曾存在過 那麼我過去是什麼 我過去 我過去的情形是怎麼樣 那麼 就是對過去的種種看法 那麼對未來的種種看法也是這樣 我過去是 包括我過去 未來 若有若無 那麼如果有 那是 那是 那是怎麼樣一種情況 那麼 又過得 又過得如何 那大概這樣 過去未來都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 我見的一種形態 延伸到這邊來 好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 58 星 好看 115頁 那這壹潛世紀念把這個解釋的很多 沒有空你們可以 自己看 這太多了 那麼把這種 62種邪見 非常非常多 什麼論什麼論 到這邊都是在說這種的 非常的多 好 看到58經 他說有這麼壹天 那麼佛在齊緣經社 那 世尊 跟比丘說 有五壽陰 那都一樣 那麼何等為五 這個是 前面都是這麼說 就是 有五陰 那基本上叫做五壽陰 那 色壽想行事 那什麼叫做色壽陰 那 解釋 五壽 色壽想行事 那麼是五壽陰 五壽陰 那什麼是色壽陰 什麼是 想壽陰 什麼是行壽陰 這樣 那麼色是什麼 就是 一切四大 其四大所造色 四名為色 五壽裡面的色壽指的是什麼 當然這個後來講的就多了 色法裡面就有非常多 那像《巨捨論》它就講十壹種色法 那十壹種色法 基本上還是依於這個阿涵經的 就 顏耳鼻舌身 色身相位 觸 另外有一個所謂的 有所謂講的一個無表色 但是阿涵經裡面簡單講就是 四大吉四大所造色 那四大就是地水縫風 其實就是物質性的 只是後來的色法 那麼講的就比較更複雜多一點 那二二法促所塑色 那無表色裡面又分很多種 就講的越來越複雜了 那簡單講基本上就是 四大吉四大所造色 是名為色壽因 好 那 付赤 彼色是無常苦 便易失法 若彼色壽因 就是這個色 永斷無餘 那麼這裡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名詞就是它這裡講 永斷無餘 就盡舍離 那麼滅盡離欲 極末 但是它這裡我看導師是 他把它分作 這裡 導師是這樣斷句他說 若彼色壽因永斷無餘 究竟捨 離 滅盡 離欲極末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麼有七個 那麼因為它斷句裡面就變成 它是這麼看的啦 就究竟捨 離 滅盡 離欲極末 那麼這個可能 我們說 它可能都是 用不同的名詞來表達同一個概念 就是滅盡 但是 有一些它是不這麼斷句的 就是 永斷無餘 舊盡舍離 滅盡 離欲 寂寞 那 舍離 因為 一般我們 知道 這個 前面當中是誰 什麼 焰 離欲 滅盡 焰 離欲 滅盡 那 通常都是這麼說 那麼這裡說的 這個 滅 盡 滅 舍離 滅盡 離欲 寂寞 我們有時候看 阿比達摩會把這個所謂的 四第十六形象有一個涅盤 它叫做滅盡 妙離 所以它底下又有 我們先把這段看完好了 然後再來解釋這些東西 它說 余色受因更不相去 不起 不出 那不起不出 有時候也叫做不生 不滅 是名為妙 是名為極盡 是名舍離 一切 有於愛盡 無欲滅盡 那你看這個底下又不這麼斷句 所以 所以 前面它是寫 就盡舍離滅盡 離欲 寂寞 那後面其實也是在講前面的話 但是它就變成斷成 舍離一切有餘 因為它這邊是 就盡舍離嘛 永斷無語嘛 所以就變成舍離一切有餘 愛盡 這個是盡 然後 愛盡 然後 無欲滅盡 涅盤 所以 這個前後文 但是我們 老實說不曉得為什麼這樣斷句 好 那我們先 先 先來看 先來看這個 一般的 解說 先把這個問題先寫出來好了 它說 我以色受 永斷無語 就盡舍離 永斷無語 就盡舍離 就盡舍離 其實阿岸經你會看到 他有時候在形容一件事情 但是他前後文不太一樣 要我們再來舉例子 那麼 就盡舍離 那導師這裡是斷句啦 就盡舍 跟離 那麼永斷無語 就盡舍 離 我們把它畫這樣好了 就盡舍 或就盡離 離 就盡舍 離 也可以就盡舍就盡離啦 就盡滅 就盡敬 然後滅敬 滅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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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磨 離 疾磨 疾磨 那麼後面 那麼 視明為廟 視明極敬 視明為廟 視明為極敬 然後 他說視明舍離一切有餘 舍離 一切有餘 那麼這邊就盡舍離一切有餘 那麼他後面又講 無欲滅盡涅盤 滅盡 滅盤也可以是疾磨 滅盡就是涅盤 無欲滅盡涅盤 其實他這個都是 不同的名詞來 來表達同一個概念 那好像說 我像 人相 人相 仲真相 受者相 他不同的名詞其實表達是同一種概念的 那一般我們 一般我們 說到這個涅盤有四種 如果我這樣來看 就是 我們說這個涅盤 主要是這個涅盤 這個涅盤 它有四種概念 它一個就是舍離一切有餘 就無語涅盤嘛 舍離一切有餘 滅盡無語嘛 就煩惱斷盡無語 那麼 它是 就是一切煩惱 斷盡一切煩惱 就舍離一切有餘 那麼滅盡 也可以講滅盡煩惱 滅盡 滅盡 它又叫做愛盡 愛盡 那麼離欲 或叫做無欲 基本上就是 欲貪 也不是欲貪 就是貪愛 欲貪 涉貪 乳涉貪 都是欲 就是貪愛 那麼它就是無欲 就是無貪 或是前面講的無有欲求 那麼寂寞 那麼可以對照 滅盡涅盤 它這點是愛盡 如果我們這樣對照 涅盤滅盡無語 舍離一切有餘 滅盡涅盤 因為它這個有一點複雜 就是它 它的翻譯的方法 或是它的前後文 那麼 這些都是在形容滅盤的 就是形容到究竟解脫的 但是 它的 明相多了一點 然後沒有照 方法 那有時候就是它 可能在 應該要前後文一樣 但是它有時候前後文又不完全一樣 那麼 它 這裡又講說 因為 與色受因更不相訊 就是不受後有 這個就是因為你涅盤了 你斷 你 這一生把煩惱斷見了 它就 不受後有了 那不受後有 它 就是與受因更不相訊 就是未來 未來 未來沒有在這個 五受因 起來了嘛 不只是色而已 瘦也是一樣 色受想形式 就是 沒有五孕生了 沒有 再沒有 不受後有了 所以叫做 魚 魚的 色受因 色受因其實就是 沒有三界生了 果報生已經沒有了 更不相訊 那一般來講是 你這一生死了之後 那麼下一生 馬上相訊嗎 你到人到天 人是哪裡 都會有 就不起 不出 其實就是 不會再有了 不會再有這個五孕生 那稍稍這裡叫做 妙 極 敬 好 那 我們也可以這樣看 就是 它說 五孕 永斷五孕 就近舍離 那麼 滅盡 離欲 寂寞 那麼 他後來又說 舍離一切 有餘 愛盡 無欲 涅槃 愛盡 無欲滅盡 那舍離一切有餘 也可以說是 不受後有 那 這個愛盡 煩惱盡 那麼 這種 就是 它 因為它名相太多 忽然間太多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那我們有時候 怎麼樣來解釋它 也是 也是 有一點點 就是 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 那如果你要看後面的 後面的於解釋地論 那 也是寫得很複雜 它主要在講 涅槃有什麼功德 所以這些講的 這些講的都是涅槃的功德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些 不管是 永斷無語 舊近舍離 滅盡離欲 寂寞 或是 妙 寂盡 舍離一切有餘 愛盡無欲 滅盡 涅槃 都是涅槃的同意詞 基本上都是涅槃的同意詞 這樣就比較簡單了 他的 那這樣就 我們就 簡單說 就是說 你 什麼是涅 他就是 世大吉 世大所造涅 這個簡單 這我們知道 那麼 這個涅 這個涅 這個身 是無常 是便意之法 那麼如果 這個身未來不再有 就是你不 止取這個身 你不止取這個身 涅身 就是前面說的嘛 你 止取 什麼叫止取 愛樂 讚嘆 懶濁於這個色 你愛樂 讚嘆懶濁這個色 就是止取 那你止取 你止取這個色 那麼你就會 遭感未來的 色身 簡單講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不止取 不讚嘆 愛樂懶濁 止取 這個色身 這跟前一經講也是一樣 你不取這個色 那麼就 心得解脫 心不樂 不止取 就是得解脫 那得解脫是什麼情形 得解脫就是這裡的描寫 與筆色受陰 永斷無語 就是這個五韻聲 永斷無語 就盡舍 離 滅盡 離欲 寂寞 它就是這樣 好 這樣就容易一點 好 那我們在講底下看 雲何而受受陰 那這裡 這裡基本上是所謂的 我們說六六法門 好 等一下再來寫 他說什麼叫受受陰 六受身 何等為六 眼處守身受 那麼耳鼻舌身意處 所身受 那這個是六受 這個是六受 就是我們的受 從哪裡來 就是從我們的感官 接觸到 這個境界 就是跟層 那麼何何生是 跟層是何何生處 處 處 受想 詩 那先從受開始講 所以他這裡基本上 就是在講這個新手 受想詩 那受想詩 都是從 全部都是從感官面對境界 受想形詩都是這樣 六受身 六想身 六失身 六四身 然後之後就有六愛身 這個有時候 他就叫做六六法門 好 那先來看 眼處所身受 耳鼻舌身意處所身受 這個叫做受陰 那麼 另外 比受受陰無常苦便意之法 一樣 就乃至滅盡涅盤 其實他就在講涅盤而已 那只是涅盤前面有 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詞 就永斷無疑 就近舍離 滅盡 離遇 愛盡 就這些 但是因為他前後用的不一樣 所以就會讓我們 就 不太容易理解 好 那麼想受陰也一樣 就眼處身想 耳鼻舌身意處身想 行 他不說六行陰 他不說六行身 而是講六失身 受就講六受身 想就講六想身 行 不想六行身 一定講六失身 那麼 因為行事以失 為根本 所以就講六失身 那失有三種失嘛 省力決定動方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意志作用 阿彼塔摩把它分成這三種 那麼所以 義處所 生失 是名 行受陰 好 那麼 一樣 都是無常苦變異之法 那麼如果你不止取 你不止取 因為 他無常 那麼你 他不斷的生命 你不在生命中止取 就像前面講的 平等 安住在 安住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不止取的狀態裡面 那麼你就不會 再有未來的 這樣的 五運生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 這個乃至 滅盡 涅槃 比丘 若於此法 以智慧 思維 觀察 分別 忍 那麼 這個也一樣 這是 思維 觀察 分別忍 都是智慧的一種 那麼他說 思維 觀察 分別跟忍 他們都是智慧的一種 那麼他說 市民隨性行 那這裡底下 有這個 我們先把它看完好了 超生離生 月 凡夫地 未得虛頭還果 中間不死 必得虛頭還果 那就是虛頭還相 隨性行 出國 那麼 他如果 沒有得虛頭還 那麼一定會得 中間不死一定會得 那麼死了呢 以後也會得 比丘 若於此法 增上智慧 思維觀察 市民隨法行 超生離生 月 凡夫地 好 那麼 這兩個很明顯有一個叫做以智慧 觀察 我們就思維觀察分別忍 忍是確認 他是智慧的 都是在講智慧 他智慧的不同層次 那麼到了忍的時候他已經是 那麼叫做 審地應可 確認 那 他說這個是隨性 以真上智慧 所以他這裡就變成講兩種 一種叫隨性行 一種叫隨法行 那麼隨性行 就是 於五運無常 因為他是苦變意之法嘛 我們就用無常來代替就好 那麼對五運無常這個觀念 你用 智慧 思維 人可 就是你有這樣的親近信心 盡心為信 其實這個叫隨性行 他還是要有智慧的 就是他的智慧沒有像 法行人 隨法行的智慧 那麼深刻思維的那麼深刻 但是他一樣要思維的喔 你不是說隨性行只要相信就好 不是喔 單單相信就好是不能見無我的喔 那麼隨性行得事不壞性 那麼基本上他還是要去思維觀察的喔 因為只要你見法都一定要無漏慧 都一定要無漏慧 只是無漏慧的深淺不太一樣而已 那所以 他這裡就變成這樣 我們 我們看 虛頭還相 應該是他是隨性行隨法行 一個隨性行 一個隨法行 那麼隨性行是 觀五運無常 與五運無常 於 重點是觀無常 於五運無常 那麼 這個思維人可 以智慧 以智慧 他這裡講的就是 以智慧 思維觀察分別人可 思維觀察 就是我們說的要觀照 人可 最後 確認 思維觀察人可 隨法行 隨法行 一樣是五運無常 真上 真上智慧 以真上的就更殊勝的 智慧 他這個就是智慧 要用這樣的智慧去思維觀察人可 那麼他真上的智慧 再去思維觀察人可 就是跟這個比 就更殊勝的 更 更有智慧的 去思維觀察人可 那他就是什麼 隨法行 那麼如果是巴利文的說法 他就是 那麼 對於佛說的無常的這個法 那麼你相信 而能夠進一步去 理解 觀察而產生理解 那麼 這個是叫做隨性行 他前面講到未得虛的亡果 那麼中間不死 那必得虛頭亡果 那 這個是 我們說虛頭亡相 那這個所謂 這裡有一個名詞 還有一個名詞 隨性行隨法行 還有一個名詞叫做超生離生 那有時候他就翻作正性離生 正性決定 就超越繁蝠地 那麼 有時候翻作正性離生 或是正性決定 那麼 這裡就要翻作超生離生 就是越繁蝠地 好 我們先下課 上面 剛才的